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科幻灾难片《日本沉默》 讲述了日本在未来不久将因为地壳变化而沉入海底的惊悚故事 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不安感 实际上这部电影也给大多数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思考 如果日本真的沉默了 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 话又说回来 这部科幻片中还有个中国收留一亿日本难民的桥段 回到现实中如果日本有一天真的沉默 请求中国接收灾民我国会接受吗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我是小强哥 日本沉默这种说法并非空虚来风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 地处太平洋西北部火山地震带 四大板块的相互碰撞和俯冲 对日本的地质构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终导致了频繁的火山活动和复杂的断层形成 这个岛国似乎还和火山和地震有着不解之源 它拥有108座火火山 占据了全球十分之一的份额 每年要承受上千次地震的摇晃 成为了地震频发地带的代名词 不仅要面对地震本身的破坏 还要应对滑坡海啸等次生灾害的侵袭 这些灾难对日本的环境保护 能源安全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都构成了巨大威胁 让日本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011年3月11日 日本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海啸和河泄漏的三重灾难 李氏9.0级的巨震 引发了23英尺高的海浪 席卷了东北部的岸边 夺走了2万多人的生命 造成了16.9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福岛第一核电站也未能幸免 反应堆被海水淹没 发生了溶毁和爆炸 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 十年过去了 那片土地仍然是一片荒芜 无数人流离失所 无法重返家园 近期日本又出现了多座火山喷发 沙丁鱼被冲上沙滩 群鸟金飞等奇异现象 使得人们对日本的未来忧心忡忡 根据日本国家地震监测协会预测 在未来30年内 在日本巷摩原市以南的区域 9级以上的特大地震 还是极有可能 并伴随30米级别的超级海啸 在这样的灾难下 对于日本这样面积不足40万平方千米 人口超一亿的岛国来说 无异于是世界末日 当然 日本也一直在通过填海造陆等方式 做出一些补救措施 然而 这或许只是徒劳用功 因为日本还隐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富士山 这座高耸入云的火山 已经有300多年没有通发过了 但它仍然是一座活跃的火山 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岩浆和火山气体 一旦爆发 将会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和污染 甚至影响全球的气候和生态 富士山既是日本的象征 也是日本的威胁 它在静静的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根据专家的数据和研究 日本未来可能发生的九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和富士山等火山的烹发风险 将对日本的国土安全和民生福祉构成巨大的威胁 日本岛正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加速下沉 尽管这个速度微乎其微 但足以说明日本下沉已重定局 这将从多方面缓慢击溃日本这个国家 从经济方面来看 日本经济将遭受重创 失去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对于全球贸易 金融 产业链等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合作和影响力 日本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动荡和恐慌 属于千万计的人口将无家可归 需要寻求国际援助和避难 对于日本的民族认同 文化传承 社会秩序等 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另外在恐慌之下 日本政府也将难以维持正常运转 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和治理危机 对于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会受到挑战 同时也会影响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以及与美国的盟友的关系 日本沉默将导致海平面上升 海洋生态破坏 核辐射泄漏等严重的环境问题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也会带来负面营养 虽然日本沉默貌似已成定局 但科学家们对于沉默的方式 依然争论不休 也就是说 导致日本沉默的因素很多 远远不止一个 首先是火山喷发 日本列岛上有多个火火山 而富士山则是其中最有威胁的一个存在 假如富士山爆发 周边地区会被大量的岩浆 火山灰和火山泥林喷没 造成交通通讯 风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瘫痪 也会影响气候和航空安全 如果富士山的喷发规模超过历史记录 将会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 而且近日富士山已经有要再次喷发的迹象了 另外日本海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峡 其中最严重的便是311大地震 造成了约2万人死亡或失踪 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河泄漏事故 海平面上升既是日本的噩梦 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恶果 堤瓦沿海地区正面临着侵蚀和淹没的双重威胁 不断的失去宝贵的土地和资源 东京、大阪、明谷屋等海拔较低的平原或填海区域 更是危机四伏 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安全 这些城市曾经是日本的骄傲和象征 现在却成了水深火热的困境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一期 也超过了人类的应对能力 日本能否在这场与海洋的较量中 保住自己的家园 如果日本真的沉默了 作为他们邻居的大国 中国会做什么呢 不用说 中国既不能无条件的接收日本难民 也不能袖手旁观 而是会充分发挥大国身份 根据自身的实力和责任提供适当的国际支援 以小强哥个人之见 中国不能接受日本难民的原因有三 一是人口压力 中国人口超14亿 人均资源土地少 再收数千万上亿日本难民 将给各方面带来巨大负担和挑战 二是社会稳定 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 虽然和谐团结 但也有潜在矛盾冲突 再引入大量日本难民 可能引发摩擦对立 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 三是中日历史领土争端 中日净铃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但是日本从未对某些历史性问题 做出道歉 更为胜者 日本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无理挑衅 中国若是接受日本难民 可能引起民众不满反对 也可能被日本利用 不过 面对日本沉默的可能性 中国肯定也不会冷酷的置之不理 而是应该根据自身的国情 和相应的国际原则 给予日本适当的支援 比如中国可以根据日本的需求 和自身的条件 向日本提供各种形式的救援物资 如食品 水 衣物 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以及发电机 水泵 通讯设备 灭火器等救援工具 中国还可以派遣医疗队 包括医生 护士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 以及医疗车 救护车 移动医院等设施 为受伤和受灾的人们 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 此外 中国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包括地震 火山 核能 海洋等领域的专家和工程师 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 为日本提供灾情分析 风险评估 灾后重建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和协助 同时 中国还可以利用自己 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动员和协调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 红十字会等 共同参与救援行动 为日本提供更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支持 这样做具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 也维护了中国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日本全没 中国会面临一个复杂的主要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中国和日本 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以及对各方利益和诉求的充分工作和平衡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同意接受日本人吗 如果愿意 你愿意接受多少 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的答案 但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好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